吴院长 吴院长表示 说 财团圈地暴力 不乎正义 联合报登出来说 庶民院长 干上大财团 因为吴院长表示 财团没有一分的努力 坐收盘大利益 将定退产机制 杜绝养地圈地 今年10月1号 自由时报 也登出 林德福委员咨询吴院长 吴院长明确地指出 这是联勤信义俱乐部 新光人寿 在2006年 以每瓶 274万 总价63.8亿 购得 这块土地 两年后转售 以356万 每瓶356万 101亿 01.4亿 转售 加差35亿 大家想想 我们一般的百姓 卖面条 卖面 一块两块的赚 卖 生活 一万两万的过 财团两年之间 转手赚了35亿 看在庶民经济的 我们全国人民的眼中 怎么能够相信说 政府是合理的政策 所以 吴院长的明确宣示 我们政府也及时地拿出 说要征空地税 要征豪宅税 都有了措施 我们支持 但是 财团 靠政府不当的政策 或者政府帮财团赚钱 岂止只有土地而已 我们在有限电视华 82年制定的时候 我们分 全国分54区 每一区 五家为限 现在有几家是 有几个地方 是五家在经营的呢 都是被合并的 而最近更严重的 是我们 原来说 台湾大要并 凯博 多少钱 原来凯博是460亿买的 2006年460亿买的 结果卖了 如果以现在的质算 大概650亿 四年当中赚了190亿 而中家 现在也将卖 收杀了190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